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进球 进球效率堪称恐怖 更是在今年的世界杯上以六场比赛六个进球 拿到了世界杯金薛奖 拥有凯恩的热刺 小赛季也具备了争夺英超冠军的能力 罗本败人罗本是一代人的记忆 小飞侠是球迷给他的爱抽 飞快的速度 和边路哪些打门 都是罗本的特色 他与李贝利组成的败人罗败里边路飞翼组合 是一代败人球迷青春的记忆 阿规罗曼城 阿规罗是曼城上赛季夺冠的最大功臣之一 上赛季奉献了三十个进球 还是曼城镇中最可靠的那个人 成名于马静的他 转会到曼城后一直保持着高效的表现 新赛季 阿规罗有望带领曼城蝉联英超冠军 内玛尔巴黎圣毕尔曼去年内玛尔以两亿创纪录的转会费 转会罚下豪门巴黎圣毕尔曼 内玛尔技术出众 脚本细腻 内玛尔也是巴西队中的领军人物 内玛尔也带写了发家关注度 也让巴黎队成为欧洲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 政治广州恒大中国队魂政治是广州队和国家队当之无愧的领袖 今年三十七岁的政治还定站在赛场上 政治还当选过2015年亚洲足球先生 是中国足球的传奇人物 也以队长身份带领广州队拿到了中朝的机关王 亮多亚冠冠军 称霸亚洲 莫德里奇黄马摩迪是当今世界足坛最好的中场军医 摩迪帮助黄马三都禅留冠冠军 更是在今年世界杯 盖里克罗比亚历史上的杀入决赛 虽然最终不抵法国队 但莫德里奇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愿可 世界杯金球奖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阿扎尔切尔西今年二十七岁的阿扎尔 处于足球生涯的巅峰期 技术出众 盘大出众的他也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前锋之一 今年在没什么人看好的情况下 带领比利时夺得了军军的好成绩 这让人更加期待两年后 比利时在欧洲杯的前景 他们有望夺冠 梅西巴萨梅西是当今足坛最佳的球员之一 他是巴萨的传奇 夺得了俱乐部层面能获得的所有冠军 但是 在国家队的梅西 却没有赢得过大赛冠军 所以说今年世界杯上的梅西是倍壮的 也希望四年后的世界杯 梅西可以圆梦 厄奇尔 阿森纳厄奇尔是这 个时代最佳中场军衣 出色的大球瓜 精准的传球 都是厄奇尔的特色 未禀是厄奇尔的代名词 在世界杯上德国小组出局 厄奇尔也忍受不了德国足鞋的种种作为 宣布退出国家队 新赛季 拿到阿森纳之号的厄奇尔 带领着阿森纳走向下一步征程 本文由小月月说球员创 欢迎关注